程式部分的話 再來可能你希望讓畫面變更漂亮 當然如果你沒有要讓網頁變漂亮 像那個Io就是物聯網那個比較簡單 後面那個樣板你可能就可以跳過啦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希望什麼 希望以後你出現的東西不要太醜 裡面可能可以放一張圖啦 字放大那一部分 那個可能就要銜接我們上一次上課 樣板的那個課程 所以其實當然你可以怎樣 雲段白板裡面都有啦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樣板 跟加入圖CSA這部分單元 裡面當然我就講什麼 第一個你要做什麼呢 先新增一個Templary的目錄 在哪裡呢 在記得喔位置不要做錯啦 反正其實以後你們在做練習的時候 只要按圖鎖記不要做錯 應該就都沒問題 如果有錯的話你就再Check一下 像剛剛好像同學的問題期是這樣 好像各式各樣我沒有遇過的問題 但不過我一看我就知道 像剛剛同學遇過這樣一個問題 說牌我剛剛叫同學說牌 可是有的時候不能說牌你也不要太說牌 像這個這個地方 如果Return放在這裡的話 意思是它IOS才會執行到 所以如果你這樣現在執行的話 我們看一下應該結果會是怎麼樣呢 它會出現什麼 Value Air 而且告訴你說這些東西它找不到 因為它說它沒有Return值 所以如果沒有Return的話 那一定就是剛剛這個地方 所以有的時候答案其實都在上面告訴你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你們可能慢慢要習慣一點 就是說 只要有錯 那都還算正常 正常 不正常就是你看不懂那個錯誤 你也不會改 那就可能不正常 所以有的時候我做的時候是 不會做錯 所以也不會有這些畫面 那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 那當然如果你告訴我 喔原來這種情況怎麼辦 它其實已經告訴你了 你的十番錯誤 為什麼錯它也會告訴你 所以你只要看懂裡面講的東西就OK了 不過因為它沒有中文 所以Python以後會不會有人把它中文化 訊息只要變中文 好像大家就比較不會害怕了 有沒有 而且最好訊息越詳細越好 你就比較不容易 只比較知道為什麼錯了 OK 底下這些東西也許看不懂可以先跳過 所以你直接把剛剛的東西做 這個東西把它說牌 跳回去 就正常了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東西真的只有差一個步驟 真的就差非常的多 那其他還有什麼地方呢 剛剛同學好像有發生URL有沒有 這個地方 大小寫有沒有區別 有嗎 因為剛剛有同學打成大寫 打大寫會怎麼樣 其實我也沒打過啦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有時候 按照我的直覺來判斷 Enter看看 它會出現什麼 Page not found 404 其實看404 比較常見 如果找不到網頁 意思是說 它沒有辦法按照你給它的這個網址 去找到應該有的對應關係 所以要不就是你這個Edge打錯 要不就是你這個東西它找不到 所以 另外它有告訴你 列出你裡面有的清單連結 所以其實剛剛有同學 我幫他看的時候 我一看 這邊應該是小寫怎麼改大寫 馬上就知道了 有沒有 它會幫你列出 你URL裡面有的 這相關連結 幫你做一點 就是說讓你知道一下 而且底下會跟你講說 沒有Match這個 而且還告訴你說 The Current Pace 這個東西沒有Match 那所以基本上 我就可以透過這部分 我就大概知道 原來大概這個地方有問題 所以我反推回來看一下 大概這邊把它改成小寫 Safe之後的話 那應該就會恢復正常 馬上OK了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 除錯我想也是 怎麼 這個學習Jungle的一個 蠻重要的一環 所以當然因為這同學遇到的問題 我只是把它順便提出來而已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把這邊顏色變成 當然也許你可以自 除了可以自放大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標題之外 顏色看也可以改一下 反正這東西你自己去改 我之前講過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之前講的Template加進來 那當然步驟第一個 我要先怎麼 這其實你可以把它付 你可以在這個你的Logic 專案裡面 按右鍵 新增一個什麼 Furder 還記得吧 名稱叫什麼Template 如果你怕打錯字 你剛才把雲端版本 那些字 複字貼下來 按Finish 這個時候它會幫你建一個Template 有沒有 第二步的話 就是在這裡面 做什麼路徑的設定 這個前面都講過 如果你怕打錯字 這邊也有 可以複字貼一下 最後的話 就是再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網頁 那個網頁裡面的東西 其實可以切過來 我剛剛有幫各位把那個 這個網 就是增加一個網頁 裡面有個Edge In Edge Out 然後呢 就可以把結果給寫 裡面的話 就是網頁裡面 我是只有加那個什麼標題 標題 當然你也可以在 如果動作快的同學 也許你可以加顏色 甚至加一張圖都可以 加圖的話 當然很複雜啦 甚至你可以 什麼東西都 比如說你假設 幾歲是什麼的話 甚至你還可以在這邊 怎麼樣 把那個 如果未成年你可以 顯示一張小屁孩的圖 如果是青年 你可以找一個帥一帥的型男 或者是什麼 不過這邊好像應該缺一個練習 你可以請問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如果是男生就給男生圖 如果女生就給女生圖 然後不同的 給不同的那個圖出來 這個部分也許可以延伸練習一下 這個我想請各位 可以試著做做看 還有什麼 甚至這邊延伸的練習題太多了 你可以做什麼十二生肖 或星座 或等等的相關練習 輸入一個資料 跳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可以讓人家跟你互動 因為我以前在教其他的動態網頁練習 其實也都有做過 十二生肖 或者是那個什麼 像星座 算命 這些其實都可以拿來當判斷的練習 只是延伸部分 但你如果動作比較快的同學 可以多做 甚至你可以想想看 期末的 期末我們會有一個 期末的專案練習 你要上來做分享的話 可以自己玩玩看 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要延伸到樣板 怎麼建有樣板 然後把它顯示的那些訊息 變得更漂亮一點 不過這個變更漂亮一點 這個不是絕對的 因為有些時候 你物聯網裡面 他只是要丟一個東西出來就好 你幹嘛那麼漂亮 多詞一舉 但是問題 如果你今天的裝置 不是一個簡單的裝置 而是人機介面的話 你就需要把它做一些漂亮的樣子 大概就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的課程 跟前面是完全可以銜接的 所以今天只是說 把前面的東西再回過複習 第二個就是再把上學期的範例拿來 跟我們這學期的前面都在一起而已 都沒有別的新的東西 這些東西我想應該大家都印象 只是說大家可能都還不太熟 而且真的比較容易做錯 所以因為在這個前提下 那我當然把課講慢一點 其實後面可以做很多東西 我本來後面已經還有想說 要做什麼做什麼做 想說大家都還沒跟上算了 不然我自己做什麼做什麼 已經到前面去了 大家都還在 老師你這 所以前提記得 這個一定要熟SOP 我盡量不要講的太多 但是都是非常關鍵的 如果你把這些掌握 我想夠了啦 不要把這東西想的太困難 真的沒有很困難 我覺得很多人學不好 主要原因是 感覺想要包三包還什麼都包 沒那回事 你就把最重要掌握住就好了 像我以前教PHP也都教這些東西啊 也是環境設定嘛 也是再來就是 講一些程式啊 然後怎麼跟前面前端的做互動 然後可能再做表單 傳一些東西過去 什麼東西過來 然後面呢 再銜接資料庫 所以後面我們就是再講 SQLite資料庫 那PHP是跟MySQL 那我們Jungle是跟SQLite 或者當然你可以買SQL 也可以Filebase 這上學也有講過 後面再來就是做實際的做練習 所以其實流程都一模一樣 無論我今天是教Jungle 教PHP 教JSP 教ASP 其實流程大概都相似 只是說呢 你真的要掌握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試做看看 剛剛部分先做完 然後呢 再把那個 就是Templates 樣板 試試試做看 當然我們也是這樣 再把樣板加進來 然後讓它顯示漂亮一點 大概就OK了 好